今天的内容很多朋友都蛮期待的 我自己也觉得剧情非常的狗血和反转 但我想先声明三点 说一下自己的三观 第一 在澳洲孩子成功的定义 绝对不是能不能上顶尖的私校 所以这期内容 我根本无异于去比较功效好 还是私校好 就像在Scotch读了两年后 去考Milburn High这所精英功效 是老罗的好朋友 澳洲一位有名的教育专家 为他的孩子做出的一个 非常有深度的能成规划 适合孩子的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 尽管我儿子非常幸运的 拿到了墨尔本很多顶尖私校的offer 但如果他想重口问一下 私校学费归他 他继续读Kill High School 我们也尊重他的选择 因为适合不适合 当然还是要以孩子的感受为止 第二 在澳洲家长成功的定义 也绝对不是把孩子培养成自己想要的那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孩子放任自流 而是需要与时俱进 密切关注 积极引导 一旦发现孩子在现有的成长容器中游刃有余 就应该为孩子去腾笼换鸟 鼓励他去更大的舞台挑战自我 就像老罗昨天的内容 在和儿子一起逃课的过程中 发现他非常善于自己去创造机会的能力和钳制 所以就决定为他去申请澳洲的顶级失效 第三 在澳洲 华人毕竟还是少数 只占总人口的5% 但这绝对不是我们不能反客为主 起码连去争取一下的斗志都没有的理由 老罗虽然已经在奔武时之天命的途中 但人不可有傲气 但不可无傲骨 澳洲真正的主人就是土著人 其他的都是客人 看看人家马斯克 都用商业的力量 一步一步的把人类送上了火星 还一步一步的打造超级人类 实现人脑和设备的脑机接口 所以老罗觉得在澳洲最大的幸福 就是全家一起努力去实现一个一个梦想 并不是因为万一会实现 因为都能实现的就不叫梦想了 而是连梦想都没有 以后老了 拿什么来吹牛呢 澳洲并非世外桃源 但每个人都可以去争取活成自己心中的那一片桃花源 老罗是全家在2016年10月来到墨尔本后 一边在Q租房后让儿子献上Q的功效两年级 一边找了很多专门做私校申请业务的公司咨询 老罗自己按申请的难易程度 把澳洲的私校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有钱就能申请的普通私校 包括很多教会学校 但花2万澳币左右的学费 其实和在好一点区域的功效相比 差别并不是很明显 第二类是需要努力一下才能申请到的私校 比如Jeran, Campbell, Trinity 当然有时时机也很重要 比如Hellibri 原先是男校 那么改为混校后的那一年 女生申请就非常容易 当然在澳洲 女生申请私校本来就比男生要容易得多 第三类就是对老罗这种刚到澳洲 只是拿着4年的临时签证 孩子想考名校奖学金都没资格的外来家庭 连想都不敢想的那种 比如Melbourne Grammar 那可是澳洲世界总理的母校 又如为了富人去Horson的Scotch 学校占地就有27公顷 是一所建于1851年 英国长老会下属的男校 及20学校集团成员 很多澳洲当地人 怀孕期间得知是男孩后 就会马上准备排队申请这所男校 老罗做完这些功课后 就委托一家公司 把第二类私校都申请了 但接下来的三年 真的是感到申请这第二类私校都是那么的难 比如Trinity 一开始我们申请的是三年级 但到了那个点就会发邮件说 三年级已经没有名额了 你五年级要不要等 但你孩子到了五年级吧 他又会说五年级也没有名额了 等七年级吧 但老罗这两年在澳洲的创业进展还是蛮顺利的 不仅在澳洲举办了大大小小进百厂活动 比如像中澳城市规划和文化商业地产 这类高逼格的国际研讨会 还同时运营的十多家澳洲企业 商会澳洲政府的官方工作好 好歹也算个资深策划人吧 尽管是个澳洲的外来家庭 难道连为孩子申请个顶尖私下的勇气都没有吗 去年发生的另一件事 比之前我委托系人中间申请被坑了五千澳币 更加激发起了我的斗志 有个朋友的儿子在scotch 我家领导让我向他打探一下 结果被冷嘲乐讽地拒绝了 这可让我怎样向领导交代呢 要知道老罗在墨本的能骂还不错 我家领导想得的待遇可是去整所挂个铁都不花钱 直接去药房买两包还回去就行的那种 所以我们全家开了次紧急家庭会议 统一思想一起努力 花三个月准备自己去申请scotch和trinity的offer 为什么把全新策划的简历一递交 原来说七年级没位置 要等到九年级的私校都马上通知面试发offer了呢 为什么老罗大的儿子直接冲到scotch去交解密呢 为什么有个细节没注意差点错过scotch的通知呢 赶快关注老罗 明天我就为大家送上关于私校这一系列的终极片 被七人中介坑了五千澳笔后 我们如何自己努力申请到了澳洲顶尖私校的offer 中文字幕里面 还被关注的 还有我们到夺一层出入 我们到夺一层出入 这里有趣的 有趣的 我们到夺一层出入 到底有趣的 发生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